参选人赵文廷 今天今天来到赵斯路 跟赵斯路 小选台风来袭前夕 民进党国务卿应援团成员 陪同民进党基隆立委参选人 赵文廷沿路扫街拜票 并在基隆火车站宣讲 进入2024大选倒数100天 民进党国务卿应援团 启动全省辅选列车 第一站就选择从台湾头的基隆出发 为赵文廷加油打气 来自全国各地有200多位的 国务卿的伙伴 在今年组成的国务卿应援团 希望透过台湾体育米熟悉的应援文化 来为民进党所有民主大联盟 听台湾的总统和立委候选人辅选 今天是选战倒数百日 我们选择从台湾头基隆出发 接下来将会前往每一个立委的选区 那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 总统胜选国会国伴 我相信这样的挺青年的政策 需要有挺青年的立委郑文廷 在国会一起实现 才能让我们基隆的学生 才能让全台湾的学生 都能在求学路上自由的 追寻我们的梦想 挺青年的立委候选人 需要年轻人的相挺 前进国会 国务卿 应援团 来基隆 支持郑文廷 郑文廷除了感谢应援团成员 不畏风雨立挺 也强调民进党一直是最挺青年的政党 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的副总统赖清德 更提出多项青年政策 从各方面提供青年朋友协助 而他除了要延续立法院蔡世英 推动的一二零零首都通月票外 也希望运用本身的律师专业 在立法院发起 订定青年基本法 保障青年权益 文廷跟赖清德副总统 都是来自基层 我们都深刻了解到 基层民众的辛苦 因此未来赖清德副总统在总统府担任总统的工作 文廷进入立法院之后 我们希望一起来推动青年基本法 来照顾我们所有的青年朋友 我跟赖清德副总统 我们都来自基层 我们不是正二代 也不是负二代 更不是权贵 所以我们可以全面的了解基层的声音 我们所有的政策都是源自于基层最底层 大家最渴望的一个声音 希望能够照顾到所有各个角落的民众 周文廷强调 基隆需要一位好的立委 争取预算监督执行 相较于竞选对手 他自己始终与青年站在一起 希望未来能进入国会 落实各项青年政策 让基隆的年轻人 愿意留在基隆就业打拼 青年挺文廷 基隆一进一 记者张契腾 基隆报道